地藏菩萨的幽名护法 B.Y.福安古观音阁 佛教末有进入中国前 我们已经有了冬月大帝 十殿严罗王 风兜大帝 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地府等信仰 佛教近来 在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 把十殿严罗王 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包括道教王灵官都加入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信仰当中 所以就形成了超度找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的护法 是十殿严罗王 真正护法是十殿严罗王 而不是闽宫道明 这个是秘法 很多人不知道 你看九华山肉身宝殿 就是宫地藏菩萨和十王 十严王的信仰可以说更要 也就是人死后 善恶业都压在地府里头 就是压在十殿严罗那里 十殿严罗简称十王 有不经 教佛说十王经 道教就更多十王颤 就是忏悔人的恶业 希望十王能把自己过去恶业在记录本上删除 这样活住的人 减少很多灾难 病苦 恶业成熟 或者地府里头欠债的众生 拿住讨债的令牌讨债 活住的人就很痛苦 这时就有了还地府的债 这辈子或者过去造业在地府的 被阴间的人或者其他魂告状的 这都导致阳间的人重重不顺 现在各种奇怪的病 欲异症 自闭症 精神性疾病 都和刘地府里头的恶业在现前有关 而管理人在地府的恶业的 就是十王 人死后 就要经过奈何桥 去封都地府 根据人善恶业来审判 里头有个就是称人的善恶业 行善多还是行恶多 称一称就知道了 这个我有个道友 就有做梦 梦陷自己进入一个地方去称自己善恶业 这就是过去有在地府被称过留下的痕迹 然后进了地府 根据各种业 受各种刑 有的人受铁锅油锅 也是有的 有的人 有次做梦 进了一个地方 就是两个人在烧油锅 他进去 那两个人叫他出去 这就是他进地府了 所以地府景象真实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超度中 也是奉请地藏菩萨 明王判官 就是请十王和判官 然后通过人的行善 缓解往生者痛苦 但地藏菩萨有个重要特质 就是设罪解恶 要设除活住的人在地府的罪业 才能解除自己的厄运 你看人年轻时 堕胎 杀业 邪淫 骗人 不信三宝 不信因果 这些恶业都压地府 为什么呢 因为你杀了很多动物 动物跑到地府告状 状指压在十王那里 那邪淫害了人家庭 对方祖先跑去地府告状 状指压在地府 骗人钱财 还是各种让人起怨恨重的 都是恶业压地府 这都要忏悔 祈求地藏菩萨和十王的赦罪解恶 很多人不顺 婚姻不顺 钱财 身体健康 甚至求子不得等 都是和地府没有赦免人的罪业有关 这些都要通过忏悔 做功德 送经来还债 不议 我过来 以后 得来 他 那 都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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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